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电影《维和防暴队》定档五一 王一博在演铁血硬汉 搭档黄景瑜 近期追风者的火爆 让王一博的演技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虽然追风者已经收官 但王一博的另一部动作电影 《维和防暴队》发布了首支正式预告片 将于5月1日全国上映 这部电影由刘伟强监制 李达超指导 黄景瑜 王一博 钟楚西领衔主演 敖豪特别出演 谷嘉诚 赵华卫主演 其中黄景瑜饰演的于卫东 王一博饰演的杨震 钟楚西饰演的丁慧和敖豪特别出演的周嘉轩等人 组成了中国维和防暴队 他们深入到危机四伏的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 这些队员秉持着最低限度使用武力的原则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着当地无辜民众的安全 黄景瑜因为曾经在部队带过 扶过兵役 所以对于演绎这种武刀弄枪的戏份来说 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敖豪之前和养子搭档出演了电影烈火英雄 在里面扮演消防员 用生命守护了人民的安全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信这次的变身武警 敖豪也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 钟楚西饰演的女主角丁慧是一位联络员 她满眼温柔地照顾着当地的儿童 那双明亮的眼眸格外迷人 为了更好的塑造这个角色 钟楚西还特意学习了法语 剧中 丁慧作为维和防暴队的联络员 她的使命是深入战火纷飞的联合国任务区 保护百姓 捍卫主权 王一博这次在剧中扮演狙击手杨镇 拍摄过程中 他需要完成屋顶追打 翻滚 开枪 冲跳等高难度动作 拍戏的工作人员都说 没想到他的演技这么出色 其实王一博的演技一直很有灵气 真实自然 细腻动人 在年轻演员中 他早已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只是因为他太优秀 被一些引红极度的人四处抹黑 有些人不明真相 也被带偏 只看到了流量二字 他对演戏是有追求的 走的不是靠流量的路子 从他火了五年的影视作品就能看出来 除了尤斐和风起洛阳 是火之前就签下来的之外 他自己选择的戏多位证据 几部电影也不走爆米花电影路线 拼的都是演技实力 票房都在8.5亿以上 新电影人鱼是艺术片 这也是有实力才敢演的 而追风者则是拍摄时被嘲讽资源倒退 他才会去接的谍战剧 总的来说 王一博通过这么多作品 已经成为了业内公认 经过观众检验的实力派演员 其实《维和防暴队》这部影片 早在2021年的春夏就已经拍摄完毕 但由于剧组的种种原因 最近才定荡在五一上映 仅仅凭借预告片 就能看到杨震这个角色浑身都充满了机灵劲 小草莓这句台词还是他即兴发挥的 真的是太会隐了 这个角色一下子就活了 王一博演过很多军警角色 每个角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本身就有热血拼搏 好男儿的气概 所以演起当兵来 那种坚定的信念感表现得非常真实 因此 导演们常常说他演戏很真实 而且王一博是运动戏的男生 会跳舞 身手敏捷 身姿挺拔 动作戏非常漂亮 他还有一种男孩的爱玩不怕苦的心性 所以拍起军人戏来既真实又好看 尤其在道具里翻转的场景 让人想起了《长空之王》的拍摄 为了表现飞机失速 他们在道具飞机里翻转了很长时间 王一博整个脸都充血 受不了 但他真的很能吃苦 在《长空之王》里的表现非常不错 虽然《维和防暴队》这部电影拍得较早 王一博不是一番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一定会带来帅气机灵的《维和警察阳阵》 五一假期 不如走进电影院 相信《维和防暴队》将会是5月开片电影中的一匹黑马 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那么闻 mg 的 很麻烦